从4月起,缅甸市面上出现了四份的民营日报 打破了国英报纸一统天下的局面 缅甸报业就此结束了长达50年的报警 许多缅甸民众都感到相当的兴奋 缅甸在市面上发行民营报纸 这对60年代后出生的缅甸人来说,可是前所未见 因为前独裁者尼温强制以国家垄断媒体时 很多人还没有出生 缅甸民众对此反应热烈,在首都仰光 所有的民营报纸未到中午便销售一空 缅甸独立后曾有过缅甸文、英文、印度文、中文报纸 并存的蓬勃报业市场 也经历过武林军政府严格报警的时代 面对再次降临的报业春天,缅甸知识界纷纷表达喜悦 不过也坦详未来还有很多挑战 缅甸政府一共授予16个民营报社出版权 目前只有四家正式出版 报业的解禁对于正在探索民主之路的缅甸来说 无疑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,缅甸民主运动领受翁山苏基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 也预计于4月发行自己的报纸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